新世纪 新里程 新疗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光新语节目 我是张忠岳 非常荣幸 我们今天能够请到 我们的净空老法师 再次的为我们众生 能够开示解惑 我想我们众生 其实都处于很多 在生命状态里面的疑惑 今天我们离请 我们的老法师 净空老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谢谢 感谢师父的慈悲 我们现在 其实大家对于 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 在生命上 需要师父给我们 开示解惑的地方 今天首先我想跟师父来请示的是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呢 社会上面有一个 非常奇特的现象 就是最近呢 有个所谓的叫做 同性婚姻争取平权 这所谓的同性婚姻就是说 现在的家庭的结构 就是一男一女以爱为结合 这样的一个基础结构呢 事实上呢 很多人是持说 应该更宽大的解释 就是对于 所谓的同性恋 这样的一个形态呢 应该是给予法律的保障 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很多 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团体 所以正面的跟反面的团体呢 共同就互相就是攻伐 争执 那我是想请示师父说 我们正在佛法的观点里面 来看 这个所谓的同性婚姻 它对于如果 这个在佛教里面 是不是允许的 如果这样的法案通过了以后 它对于人类社会 可能会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现象结果 在佛法里头讲 从来没有遇见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时候 也没有遇到过这个事情 是 因为传统文化跟佛法 它都是要俘获大自然的原则 如果说违背大自然的原则 那就不是道了 中国人讲道 什么是道 圣大自然的是道 违背大自然的 这就不是道 那就是邪道了 那么一夫一妻 这个是正道 不但人有 出生也有 那同性念的时候 好像人里面没有 出生大概也没有 出生也没有 这个是人的幻想变现出来 这个是道不符合 与道相应的 这就是德 如果想违背的道德两个字就有一个 就没有了 人要把道德丢掉 人更出生 那如果讲同性的话不如出生 我还曾经看到一只小鸟 早年我住在澳洲 我们看到有一对鸟 有一只死了 另外一只我相信它的配偶 我们把这只小鸟埋了 埋在花园的旁边 底下 这只小鸟就在它那个买的坟里面 绕圈子 日夜不降断 三天三夜 它才离开 所以我们看了之后 很感动 现在夫妻不如这个鸟 鸟还有情有义 这些总的问题来说 都是教育造成问题 我们教的是什么 中国五千年来 祖宗教的后代 都是伦理教育 道德教育 英国教育 圣贤教育 这四个是主题 没有听说有其他的 所以师傅 我今天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议题 被提出来的时候 其实在佛教界有一些法师 他们提出来的另外一个论点 他是认为说 所谓的叫众生平等 然后因为不管是同性 或异性之爱 这种都是一种情欲的执着 但是情欲的执着 他说不能叫同性 同性就是应该不被支持的 他认为这个叫平等性 说这些话的人 都要福音国责任 他敢说我不敢说 是 还有师傅 他们提出就是说 在佛经里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 说禁止同性 佛经里面有的东西很多 难道都可以造吗 佛经是给人启示 你知道这个原则就退想到第二 不能说佛经里都没有 你去做 你去做可以吗 你去做我们无可奈何的自由 避开 你这种同性恋多的人 我不住在私人 我到别的地方 随过去修行人都住在山里 深山里面 人际不到的地方 也没有听说过同性恋 这都从外国传来 对 这个事情我们说话小心尽神 为什么要赴英国之人 我想师傅这样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我们应该也就很明白了 这个是整个是破坏伦理制度的 对 所以破坏大自然 大自然带给你的是灾难 今天地球上灾难 很多意想不到 过去没曾经听说过 现在都发生 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 这是现代的最高的科学的争论 人的一生 你的幸福 你的快乐 或者是你的不幸 你的艰难 你的遭遇 统统是念头 与你的念头有关系 这个跟佛经常讲的一样 佛说一切法从心相生 相由心生 相是物质 物质从来的 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 所以念头纯正 你这个人一生生活得幸福快乐 在个人家 一生的幸福快乐 家庭一定是美满 家伙万事心 事业一定顺利 学会享火 国家富强 天下太平 这肯定是相识 这种相识 所以中国我们五千年来的文化里面 很重要一个叫做家文化 对 这个中国的家文化到今天我们看到了 其实所谓的父慈子孝 这个已经是很多已经被破坏了 对 那我也知道师父 其实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弘扬 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再复兴 您能够再替我们开示一下 就是说 现在这个社会 人间最基础的这个家庭 现在这个父不父子不死 没有 那这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这个对孩子的教育 应该再从哪里 再重新来做起 这个最后是由一个社区 用一个社区来做实验 把家文化落实到这个里面来 做出来给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说好 好你也来做 你说不好 那你拧当别人 今天不做出来 没有人相信 他要看到 他就相信 我们也是 2005年 我们在中国老家 是 汤池镇 做了一个实验 对 实验得很成功 那个实验 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 我多次参加联合国的货兵会议 把中国传统一些概念 跟大家说明 这些参与的都是一些大事代表 大家听得都很欢喜 下来的时候 这些人告诉我 法师 你讲得很好 这是理想 做不到 这些人一瓶凉水浇在头上 我不是白讲了吗 所以以后我就深深反省 怎么样叫他相信 那这拿针去来 我亲眼看到 我相信 逼着我去做实验 实验做成功 所以我在联合国的声音也就大了 然后就不相信 去看 我做成功了 真有人去看 看回来的时候给大家报告 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这个影响也很大 希望师父把您这个成功的实验案例 能够推向其他的地区 对 对 我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媒体 因为媒体它的力量 师父也一直在说 媒体的力量 其实它可以拯救世界 对 所以我们如果有机缘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汤匙的这个成功的案例 让更多人知道 然后怎么样 它的里面最主要成功的一个精神 师父是不是能跟我们教育 这个教育是从小就开始做吗 不是 全称男女老少一起来 是 我们把这个中心 中心是个示范店 我们自己先做到 比如讲地质规感应片 我们不做到 我们不敢讲 我们做到了 我们才说 大家来看看我们 听听我们就觉得真好 各个人自动 他就在家里开始做出来了 所以中华文化里面博大精深 但是如是道 全部都是一家 但是今天的家已经没有了 中国的家 现在没有家的概念 中国家是大家庭 是 五代同堂 不分家的 所以 家在中国是非常重要 它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 不是人为单位 是以家为单位 你说古时候 到现在中国大陆 农村里面去看 这是王村 那是张村 那就是从那一家人 人口 人口 银丁旺的 七八百人 人口最少的 大概也有 两百人左右 所以他不是小家 大家庭 大家庭是实行的 现在这样的共产主义 每个人 你不管做什么行业 你说赚的钱 除了你自己生活之外 通通归工 都要归到家里 家里拿这个钱 来多半治恒产 就是买土地 买山林 买土地 家人在外面遇到困难 需要人帮助 家里派人就帮助他 钱不够用的时候 家庭支援 所以家是一个人 夜深地靠山 那是最坚固的 不会变质的 不会走样子 他一定支持你 你说我家里人 到退休的时候 没有步步工作 回家养老 所以教育 教育小孩 育优是家的责任 养老是家的责任 我想这需要很大的力量 去扭转现在的私下 因为现在叫少子化的社会 都是叫望子成龙 望女成风 所以最好往国外送 现在他也成不了龙 也成不了风 真正要成龙 成风 要恢复中国传统教育 是 这个师傅可以经我们开示 不是中国传统教育 教育的话 不管 那现在的教科书里面 其实缺了这个部分 没有这个东西 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 我想师傅在联合国也这么具有影响力 是不是可以把中华文化传统教育的这一块希望放到教科院 我常常讨论这个问题 是 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对 另外我跟师傅继续请教就是 因为刚刚在讲这个所谓的同性婚姻的这个问题 在这个佛教里面 好像对于所谓的叫做 这叫五种不难之人 是不可以成为出家座 这个部分我们不是很理解 就是既然众生平等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出家 你全心全意在修修上 修修你的最重要是清净些 你有男女关系你的心还能清净 到男女关系当中心还是清净的 这修行成功 但是一般修行 那真是真正能够向古人再来 那是千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个普通人做不到话 你能不受诱惑吗 财 色 明 识 睡 无欲 是 在你面前你能不动心吗 真正到不动心 不齐念 修行清净一心才卸起 是 第一个功夫 你完成是清净性 第二个是平等性 心清净还不平等 再深一集 菩萨是平等性 阿罗汉是清净性 最后大车大物 明显见现 那是称呼 所以这修行境界三个等级 凡是障碍我清净性的 通通要放下 男女饮食都要放下 男女饮食都要放下 而饮食是可而止 没有贪得起 想吃什么没有 谁也有 如果这位想要出家的居士 他因为自己本身先天的 生理上的缺陷 可能他是 就是不男不女之身 因为依照佛制 所谓的叫不男 没有男相 他是不可以出家 可是他如果具有清净心的话 他只是在这个外表上 因为业力的关系 他也不能够出家 不 真清净心一样拯救 一样拯救 是 清净心不受外面干扰 眼尖色 耳闻身 鼻袖香 舌肠胃 都可以做到 不受外面 四身香味触发 不受到干扰 这叫定 定功 定 定 定到一定的程度 智慧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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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真正享受到 人生 那个 无比的快乐 我们常常讲的 这个幸福快乐 是 佛家讲 发喜充满 是啊 皆大欢喜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是 再请教师傅是佛法讲万法为心 那所有的 就像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界 对 这个心其实是什么 我们一般人呢 常常没有办法去琢磨了解 我们知道当然不是我们的心脏 它是一种意识 或者是您刚刚师傅有特别提到这个量子力学 心是什么 心是一种能量 还是一种阿赖耶士 心是能量 是 也是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 是 能量 能量 叫真心 hart 是 心有真往 真心心的境界 是天堂 是基罗世界 旺行心心的现象 就是六道轮回 我们所见所为 是阿賴 忘心心 忘心是 忘念 起心动念 把真心这个现象改变 同心念就是改变 真能量 那是错误的 是 我们众生的习气很重 所以就是认假为真 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区别说 其实它这个是虚空虚妄的 实际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对的 我们的修行怎么样能够反谱归真 怎么能来认识我们的真心 首先在一般来讲的时候 现在都是从经教下说 就是你要读经 经是佛的教会 它教你什么 你得搞明白 它给我们讲人生 给我们讲宇宙 宇宙的源起 宇宙的变化 讲得非常透彻 非常清楚 清楚之后 你就能放下 为什么要放下 因为它不是真 它是随着 是念头波动的现象 状况发生 这个现在量子证明 完全正确 我们念头是频率 波动的频率 一秒钟 波动多少次 我们现在看的电视 也是波动频率 对 一秒钟 一百次 也就是 百分之一秒 它的波动现象 我们都看不出来了 以为是真的 我们现实环境 眼镜而闻 六根所接触的波动现象 一秒钟是多少 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教会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堂值 有三十二亿百千年 三十二亿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一秒钟 电视一秒钟 一百次 我们现实环境一秒钟 这不是一秒钟 叫一堂值 三年 这个三百二十兆 一堂值 那一秒钟能弹多少 年轻人体力很强 他们告诉我 一秒钟可以弹七次 那再乘其 三十二亿乘其 两千两百四十兆 一秒钟 一秒钟两千两百四十兆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假的 是 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 根据他们看到的真相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 这个东西存在 物质是假的 就是波动在快速波动里面 产生的现象 幻想 它的寿命多长呢 就是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那就它的寿命 那一秒钟已经波动 两千两百四十二 四百二十次 四百次 哪里是真的 所以统统明白之后 就不再放在心上 清新心这么来的 你知道它是假的 知道它根本就不存在 师傅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听了您刚刚这样开示 就是说我们这个始法界 其实也是一种能量的波动 然后 越高的层次 它其实是波动越快 越精密 因为它在每一个不同的空间 跟频率 它不管是高层次低层次 波动现象是一样的 就是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把它看清楚 所以量子对佛法有很大的贡献 我相信二十年之后 量子力学家承认 大乘佛教是量子的最高峰 是不是在华严经上面 已经很透彻的来解释 因为我知道师父您也研究 华严经非常透彻 如果我们要朝这个方面 再多一点这个知识 在华严经我们应该要看哪些章节 经论度很多 门门都是好的 八万四千发门 任何一门进去全明白了 像一个大厅 门很多 随便从哪个门进来都一样 所以发门平等 无有高下 所以师父今天提到一个用科学的方法来实验 而且确实是有证据的 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报告 它也是在国外的一个实验 就是它把一群人放在电影院当中 然后让他们看电影 在电影的里面置入了一个一秒钟的广告 因为一秒钟是有24个片段 其中二十四分之一放入了一个可口可乐的广告 然后电影看完了以后呢 就很多人就自动会跑去那个小量饭店啊 去买那个可口可乐 它的销售率比平常多了百分之六十 这个就跟师父刚刚讲的 应该是一曲同工 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 眼耳鼻舌声音的所有的讯息 其实迅速之间 就进入到我们的阿赖耶斯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反射到我们的行为当中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太需要自己要警惕自己 所以这个在休息上面 我想师父今天跟我们的这个开示 其实让我们从科学观里面能够更了解说 我们的佛法呢是非常非常的科学 其实从量子力学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印证到佛经里面所说的 都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呢 在这个每一个当下都应该是要 非常的谨慎小心 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师父给我们做了一段 非常精辟的开示 我们呢继续再跟各位再回来 再请示师父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我们修行的议题 谢谢师父 我们先下一段 我们再请师父为我们开示 我们下期见